剛剛視頻裡面你們也看到 我教一些point class 穿著point shoes 訓練的課堂 其實point shoes 就是我們叫做竹尖牌硬鞋 我想很多朋友對他都抱有疑問 究竟他是什麼構造 究竟是不是一塊布 究竟他是怎樣的 你們是不是用腳趾站上去 今天我就解答大家常見的問題 我就歸納了幾大問題 首先就要介紹 略略說一下 point shoes 究竟他什麼時候誕生 巴雷摩 我們也有五百多年歷史 而point shoes 我們就要回到大概18世紀到19世紀 那段時間 究竟全世界來說 我們第一個人穿point shoes 去演出究竟是誰 他就是Marie Taglioni Marie Taglioni 是一個意大利人 他是一個芭蕾舞的演員 他上當年1832年 在芭蕾歌劇院 Paris Opera Ballet 演出了 La Sophie 這個舞劇就是關於一些先凡之戀 所以是一些Romantic period 浪漫芭蕾主義 但這些芭蕾舞劇 Beauty對於Passion來說 是更加顯現出來的 所以女演員就要很輕盈地跳上去 他們就覺得 不如我們用竹尖鞋去跳吧 當然 那麼久歷史之前 他們就不是這樣的 鞋子 他也不是全程這樣站上去的 Marie Taglioni 到今天這雙鞋已經是不同了 跟以前來說 所以他就叫做 被譽為Credit 世界第一個人 這雙Point shoes去跳舞 接下來Point shoes 究竟是什麼構造呢 傳統的Point shoes 就像我這一雙 其實他是用一些麻布 一層一層的麻布 紙 紙 皮革等等 用膠水一層一層去聚合 在一起去形成這雙鞋 然後他就拿去焗爐 焗了它 用來令這雙鞋硬 所以同時間 他的壽命 如果譬如說 一些女演員 他經常都要穿著它來練習 或者去演出 就很快會玩完的 我先轉一轉場景 因為剛才趕著上課 我們繼續講下去 剛剛先講到傳統的Point shoes 我手上這雙鞋 就是Gainermindon Gainermindon這個牌子 已經給我看看鞋底 它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它亦稱之為科技鞋 比較新鎮的科技 去做這雙鞋 但有好有不好 這雙鞋 其實它的構造 首先講到物料 物料是一些Polymer 即是一些聚合物 形成的一些 所以它沒有經過這個 很傳統的做法 其實這雙鞋沒有那麼容易 去爛 沒有那麼容易消耗耗損 所以有些演員 其實都會穿這些鞋 因為它的壽命會短一點 不太建議初學者穿它 因為其實Gainermindon這個原理 就是我們腳要立起的時候 我們是經過 所有我們的腳板 腳趾 我們裏面的關節 我們的Meta Tarsol 去滑上去 所以這雙鞋 可能它未必會感受得很好 而你看到它已經有一個形狀 所以沒有那麼好 第一 第二 它會有一個名字 叫Cheetah Shoes 就是去騙人 又不是真的騙人 但是 因為它站上去 已經有一個形狀 所以它其實都 其實相對來說 它就有一個墊 好像一個平台 它比較舒服的 某程度上 Anyway 如果同學要買 都不是不行都可以的 不過呢 我建議就是 它可能 它有分硬度 當然軟度 硬度 可能你買這雙鞋 可能選一些 好像被人穿到 已經穿了 不是新的感覺 可能你不會買太硬 我會建議反而 是的 但是買傳統的 這些傳統的Poing Shoes 市面上一般我們有的 就因人而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問題 我先叫做為之買對 首先我們要理解一件事 Poing Shoes 簡單給大家看圖 Poing Shoes的結構 其實有很多 最簡單要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這個鞋頭 我們這個位置 叫Fam 我們這個 好像平面的 因為我們要納起 這個我們叫一個Box 在鞋頭那裡 然後我們 後面背面 我們叫Shank 好了 其他東西先不要亂到大家 我們每一雙鞋 因為每一個Grant 出的大小 闊度 甚至硬度 軟度 都不同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其他東西很重要 就是沒有一雙Poing Shoes 適合所有人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 Danser 有不同的能力 我們的訓練 背景也不同 我們腳的線條 都不同 所以就是要這麼多 這麼多 每次萬萬種的Branding 那一會兒 再說Branding 那件事 Brand的東西 買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先看一下Danser的 我們能力是怎樣 我們對腳是怎樣 我們訓練的背景是怎樣 第二就是看鞋的形狀 形狀是怎樣適合我們的腳去配合 鞋底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就像我們人的脊椎 我們的腿一樣 就是支援我們的身體 站在那裡 所以它一樣 它也是支援整個鞋的腳弓 即是一個圈子站上去 所以這個就等於我們的脊椎 所以也要看回我舞蹈員 究竟要適合什麼軟度的鞋 第二如果你說初學者 我初學者其實我建議買的鞋 不要十分之太硬 但是也不要十分之太軟 因為Poing Shoes 其實是訓練我們的能力 用自己的能力去站上去 而不是靠一堆鞋 如果一堆鞋是很軟的 其實某程度上我們就會沒有力 未練到力 可能會掉下去 試下去 腳的時候 我們究竟是怎樣才叫合乎 尺寸是對的呢 如果第一件事太小當然不行 如果太小的感覺是怎樣 當然你的腳趾都迫下去了 或者迫在腳尖上 覺得很小當然不行 第二就是太大當然也是 如果太小的話 也會看到腳趾搭著 或者是穿著腳趾 而不是放平就不對了 一定是有位置 是放平了腳趾 第二太大當然其實不行 太大的時候 你立起上來 站起上去的時候 Poing上去 你的腳趾都沉下去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它應該是無空危害 讓你移動那麼多 但同時間又不是迫緊的 腳趾是不會移動來移動去的 就這樣吧 牌子上 牌子當然Poing Shoes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品牌 例如有美國的 例如有俄羅斯 有澳洲的 有英國的 我們看回自己 可以嘗試去選多點牌子不同 當然我明白 有時候選對了一個牌子 也免得會換 但如果日後有機會 有機會去買Poing Shoes 再去買新的時候 或者你們都可以試多幾堆 等於我經常都覺得 你好像護膚品一樣 你那個護膚品試得很好 但可能下一個 另一個牌子的護膚品 都可能更好過之前 在用那個護膚品 所以我覺得可以 當然你可以覺得 如果你現在穿著Poing Shoes 很舒服的 都沒問題可以保持著穿 但我覺得可以放開眼界 去試多點東西 下一條問題就是 Poing Shoes何時要換呢 第一件事 其實Poing Shoes一對 都不是便宜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說 有便宜有貴 去到貴的 可能八百多元 九百多元 甚至一千元 都現在在捱 例如像Ginnam Minton的鞋 都要這麼貴 可能你輕輕的 五百多元 六百多元 都要一對Poing Shoes的價錢 起碼至少 當然便宜的 可能兩三百元 都有的 當然 我們究竟說何時要換呢 其實Poing Shoes貴在 本身不是一對鞋 其實貴在是他 很快會 解鎖 然後我們便要換 當然如果業餘的學生 或者我一個星期只跳一堂 或者一兩堂 可能其實 你也不用換得那麼密 但譬如巴雷舞的演員 其實我聽過一些 譬如首席的演員 他的季節要跳 例如Nutcracker 真的巡演很多場 他可以一個季節裡面 可能說一個多月 一個半月左右 他要換八十雙 Poing Shoes 這頓蠻昂貴的事情 另外 他們就要天天夜夜 在服那雙鞋 每一個Poing Shoes 什麼時候要換呢 他所謂的Dead Point 都不一樣 我們有些人 可能穿這雙鞋 覺得穿得很舒服 但我給我的朋友穿 可能他覺得很OK 給我的同學穿 可能他覺得OK 未必會需要換 就是個人的能力 以及個人的感覺而已 你說什麼時候要換呢 最主要就是 你站上去 你覺得已經 實在無法站起來了 或者你覺得很痛 又或者腳趾沉下去 等等等等 其實你也是需要換雙鞋的 小心一點點 Poing Shoes 千萬不要碰水 因為本身Poing Shoes 就是用膠水 去layering 去做那雙鞋 如果你碰水 其實分解了所有東西 所以小心不要沾水 而且如果出了很多汗 都是涼涼涼 之後第二天再用來穿 另外就是 你看到Poing Shoes 我們其實需要 縫鞋帶 絲帶 縫繩 今天我們不專注 說關於縫鞋 鞋頭 我這雙鞋 我這雙鞋是Gaterminden的 我縫了頭 我縫Gaterminden的鞋 我簡直是瘋了 因為 首先鞋頭跟平時 傳統的那些很不同 它這個很硬 我簡直是手臂 我覺得可能可一不可在 可能我也是縫一些傳統的 這個真的我手都爛了 縫得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縫鞋頭呢 其實用來給感覺是 站得比較實 很多專業的歌曲 都會縫鞋頭 不過其實我建議 比基因人不用做這麼多花繩的東西 你鎖了一雙鞋 我們叫做開鞋 鎖好絲帶 這些鎖好它 其實都可以不用縫這個 因為先你初學者要感受 立起 on point 的感覺 用力的感覺 就不要靠這個 這個就會有少少靠了一些東西 這樣 不需要做著的 另外就是我自己 可以提回一張照片 之前我有對point shoes 譬如這對就是這對 我就是軟身的這個位 這個位就是cut板 其實很多人可以穿得舒服一點 你可以cut了後面 一樣的比基因人可以不用cut 你可能練了一段長的時間之後 你才可以弄一下鞋子 或者你要演出你想漂亮一點的雙腳 你也可以填得你的圈子漂亮一點 你就可以cut了背面 所以你看到我這裡其實是軟的 不過我也可以試一下給大家 究竟你覺得這對鞋是硬的 這對鞋就很硬很多 立起的感覺和這對的感覺 這對其實我也要去換的 因為我也會感覺到覺得 是要很靠自己的 真的很靠自己的力量 去站上去的那種 因為很容易跌的 如果你軟了這對鞋的話 但這對鞋也算是硬身很多了 所以鞋子一由硬變到軟這個過程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每一個舞蹈員其實是要經歷這件事的 所以你說如果穿Gina Minden的話 他就很難去有這個感受 因為當你是硬變到軟的時候 越來越軟 你其實是靠自己的能力 去站上去的 是更加需要的 當然你硬的時候 這對鞋也要靠自己 不過你軟的時候 是自己的能力 你是要夠強的 真的 所以如果你是穿Gina Minden的鞋 你就未必會感受到這件事了 究竟Pontious會不會傷腳 可能很多人都擔心這件事 首先我要必須說回 是會的 但是為什麼會呢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一個很正確 沒有一個很好的訓練 沒有很好的訓練 沒有很好的能力 去做這件事 其實你是會傷腳的 因為我們人的結構 不是用來用腳趾 穿這雙鞋子站上去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很實正 一個很適合的訓練 你才好去 站穩地跳舞 跳筆 或者你是選擇 不適合一雙鞋 不適合你的 你也會導致你傷腳 譬如你會傷了一個膝蓋 弄傷了腳 這些傷勢 這些傷患 可能你之後也找不到 可能你要看好女醫生 這樣就無謂了 所以我建議同學真的不要急 如果你說剛剛才接觸巴雷毛 或者可能你先打好一點基本功 然後你才去 跟老師意見 究竟我合不合 因為穿Point Shoes 其實我們看什麼時候 學生究竟可以穿呢 就是幾個大因素 第一 就是學生的身體 比如他小朋友 他是發育的 我們也要看看他的骨骼長得如何 他夠不夠實正 他夠不夠穩定 他可以穿這雙鞋 去訓練 第二就是說回我們的背景 我們的訓練背景 你說如果是訓練 只有兩三行 穿兩三行包 當然是不行 你要看我們訓練的背景 夠不夠實正 第二就是我們人的身體的線條 和我們腳部的線條等等 這個因素 第三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核心 我們的中心 我們的核心的穩定性 夠不夠強 或者訓練得夠不夠多 我們盆骨的 我們叫做腰部控制 夠不夠 Core Stability 腰部控制 這些都是最主要考慮的因素 Flexibility 當然要看學生的靈活性 結論 就是如果你找不合一雙鞋 或者你沒有一個好的技術的話 你就會 所有東西就會公規一櫃的了 可不可以穿Point shoes 當我玩一下 不行的 其實是不可以負負分的 因為我當時經過說過之前的事情 我們不能隨便穿雙鞋 就站在那裡了 究竟我想訓練Point shoes 可以怎樣呢 當然 認識我的朋友也知道我有教Point class 現時我有個初級級 也有個初級級級 這兩個班都歡迎大家可以加入 Point class 因為我們要訓練自己穿這雙鞋 好像一雙軟鞋這樣跳舞 令你自己很輕鬆自如地跳 所以這個能力我們去訓練它 而不是我們跳很多的 學一下那一隻舞 那就訓練了你們的Point work 不是這樣的 所以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有意思是我們應該是 真的work on our legs our core our body 所以變成 Point class are always boring but highly effective 那樣東西就是我們會很有 你們的進步會很大 久而久之 這雙鞋是Blog的 就是澳洲的牌子 還有一雙新的還未開 那時候我在日本的Chakok旗艦店 它是位於涉谷的 它有寄層很漂亮的 就去買了Chakok的那雙鞋 裡面買了Blog 它還很好在德哥間店後面 或者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後面它可以自己刻字母 以及刻一個公仔 不過有個不好的消息就是 就是Chakok旗艦店 它們好像說 在年初就要閉嘴 建造那個地 有點像地標的 這個建築 我不知道它之後會去向是怎樣 會不會開去地道 但是這個好像總店一樣 就閉嘴 所以它也有一些發售了一些出品 還有關於那個地方 譬如做一些Toe Bag 是印有這個 就是總店它這個建築的樣子 都蠻漂亮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這次的Vlog 我都差不多在這裡結束了 都很長 很多謝大家收睇到這裡 因為這次都比較資訊性比較多 那也可能對於很多朋友 究竟對於這雙鞋的迷思 希望大家都可以大家認識多些 以及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下一次的Vlog 我希望都可以再有多些新的東西給大家 或者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 告訴我你們想聽些什麼 或者想關注些什麼 我都希望可以拍多些 有時間可以拍多些片給大家 我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希望聖誕節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再製作多一條影片給大家 記得在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我和按讚我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 那我就下次我們再見啦 Bye Bye